赵先生请来工人忙着将工厂机具搬上车 自己也加入了搬运行列 他在太平甲堤路经营天车吊车的铁皮工厂 因为占用到国有财产署以及市府土地 最近被市府要求 在这个月20号之前要自行拆除 我有交国有土地的那个税金 这叫我交金 我有交交钱 市政府我有交钱 可是他一张公文来 17天就要让我拆掉 这个17天我哪有办法这样处理 短短时间说拆就拆 我只是一个反应说 既然你要拆 那你要给我时间 不能说你拆就马上拆 这样对我不公平 赵先生表示 这铁皮工厂是在民国70年新建 属于旧有违建 依法可以缓拆 去年他也向国有财产署承租这土地 相关程序也在进行当中 但现在市府确认定是新违建 因此得急报急拆 赵先生也愿意配合拆除 只过短短十多天 哪有足够的时间寻找新厂房 并将机器设备搬走 让他感到相当不公平 之前市政府15%他一直不要一体租出来 可是这里面的土地有另外 那个959之2 959之1 他就把它搁出去给他一并 让国有财产局租出去 为何我这个就另案处理 当然我会不平 当然希望说这个房子 让我把里面的工厂东西好好移走 既然我是违章 那我愿意拆是没有错 只是说你政府要给我一个时间 不能说要拆就拆 这样对我来讲不公平 市府表示铁皮工厂违建是事实 因此依法得拆除 但考量到业者生计 因此也给赵先生14天的缓拆期 要他趁这段时间 赶紧找地方安顿机具 将损失降到最低 杰莱秋风台中采访报道